口罩實名至2.0上線 預購登記已經來到第四輪 不僅可以讓民眾利用網路方便預購 更可以把人流分散到各大超商中 因此超商也把握住這一股領口罩的人流量 推出相關的促銷活動 同時也讓全聯跟美聯社躍躍欲試 紛紛加入口罩取貨的行列 那到底是為什麼會讓超商都想要分一杯羹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27號 由陳以華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抓緊口罩客 四大超商耍清機 口罩2.0取貨點為何引來全聯美聯社的寄予 由政府大力推動的口罩實名制2.0政策 在第一輪的預購上,成功吸引了99萬名的民眾 透過了網路預購前往四大超商取貨 後續的第二輪跟第三輪 政府也開放了大約223萬組的口罩額度 那也就是說,未來每七天將會有223萬的人次進到超商之中 其實啊,在一開始宣布與四大超商合作的同時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就在Facebook透露 超市行代的全聯美聯社都已經來跟政府洽談合作了 願意成為民眾取貨點的據點 目前已經展開相關技術面的討論 那原因到底是什麼讓超市業者也想要成為口罩2.0的取貨點呢? 答案無疑是,口罩客帶來的紅利會帶來以下的好處 好處一,口罩過路客帶動現煮咖啡 其他品項提升至少一成的業績 四大超商成為口罩取貨通路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增加萊克素 因為很大的比例的消費者進到超商取貨領口罩也會順手來消費 同時為門市帶來業績的成長 根據萊爾夫3月26號的上午 將近三成的民眾完成口罩領取的數據來看 在第一波的口罩預購之下,渴望為門市帶來一到兩成的業績提升 那超商龍頭7-1也看好這一波的商機 推出消費者到門市領取口罩,就可以享有指定商品的折扣 像是維他命、礦泉水或是濕紙巾等等的商品的加購優惠 預期帶動相關產品業績至少成長一成以上 那全家畢竟商店跟OK商店也都推出了口罩領取享有咖啡買一送一的優惠 同樣預估帶動咖啡業績成長一成以上 好處二,加碼回饋點數 萊爾夫OK超商趁機增加會員數 四大超商業者都推出自家會員App 在超商App中的商品預購、累積點數等功能 都是讓消費者重複選擇同一間超商消費的重要原因 目前全家便利商店的會員數達到了1100萬 是四大超商之首 7-11也預計將在今年突破千萬會員 相較之下萊爾夫的350萬會員跟OK的150萬會員 雖然規模小了許多 但是在這場口罩領取的軍備競賽中 萊爾夫OK超商因為會員App布局比較早 展現了不少野心 像萊爾夫就率先推出了VIP會員App可領取口罩的功能 民眾線上預購口罩之後到超商許貨時 就不用再到多功能基台迎取小白單 只要打開手機中的會員App就可以領取口罩 隨後OK超商也跟進 在自家App中導入了同樣的功能 不只如此這兩家超商也都針對口罩課 加碼回饋會員點數 在會員App口罩領取功能以及回饋會員點數等相關優惠方案之下 萊爾夫推估這三波的口罩預購 可帶重新增會員數成長約五成 以及全家並進商店的經驗來看 會員貢獻大約佔整體營收的三到四成 而且會員帶來的業績效益還在持續的成長當中 把口罩課引導到自家App中之後 可以推播行銷訊息 鼓勵消費者極點把過路客慢慢經營成熟客 這對於超商業者來說 經營會員無疑是提升整體營收的好方法 也是必須要經營的方向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人流是實體店面營運不可或缺的因素 因此在這一波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超商引入大量而且穩定的人流 人口就會帶來進階消費、會員數增加等等不同面向的紅利 當然也會吸引超市型態的全聯、美聯社蠢蠢的運動 加入口罩取貨點的行列啦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 好朋友 大家神經病 動載 ,動輸 按 supplement